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的釋經的網上討論會 我們現在都是在說聖年充滿,而在說當聖年充滿的時候,我們如何建立人的靈命 之前有說到幫助人去深信神的愛,教訓人遵守耶穌所吩咐的 之前有說到幫助他清楚得救那些,然後提升他們有這個心去輔助別人 以及去做在主的弟兄身上,每一個基督徒都有這個責任的 如果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就是又惡又懶的伯仁,又是山羊 是完全沒有去幫助別人,幫助基督徒的時候 然後耶穌就會說,你沒有做在我的弟兄身上就是沒有做在我身上 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我們不是靠遵從神或者祝福別人得救 但是真正得救的人是必定會有這個心去祝福別人的 所以我們是有責任去幫助別人,去有這個心去祝福弟兄姊妹 或者是幫助非基督徒去祝福非基督徒,幫助他們去信靠耶穌做救主 基督徒信了主之後不能夠獨善其身,自己就停留在那裡 如果是完全不動的時候,這個就不是神的心意來的 這個是果子之一,是必然的果子 是會繼續去祝福人,繼續去傳揚福音,建立人的靈命 不是靠這些得救,這個是得救的必然的表現 好了,那接著我們是講到這個七個一點的F那裡 我已經傳了經文出來,就是我們都訓練人幫助人經歷聖靈 和訓練人在聖靈中運作,那這個就是說在聖靈充滿之中 我們的侍奉和沒有在聖靈的能力之下 沒有聖靈充滿的能力之下侍奉的很大分別 因為很多人覺得根本這件事是我們不能夠做到的 是根本不超出我們的範圍之內 因為有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今天仍然可以有神跡歧視發生 也都不相信基督徒仍然有恩賜 有這些醫病、趕鬼的恩賜 憑神跡異能的恩賜、先知性的恩賜 他們是沒有這個觀念的 他沒有這個觀念的時候 他自然他所訓練出來的人都沒有這種的觀念 就只是完全是用神的話語去改變人 也都有些就變成了只是關懷人 只是關懷人,就用關懷的方式去帶領人信耶穌 有些甚至是很少用聖經的 只是主要是關懷的 但是在聖靈充滿的群體 當我們知道聖靈充滿可以帶來的祝福 這樣可以成為我們生命的發揮 所以當我們建立人的靈命的時候 也都是幫助他們懂得在聖靈充滿之中來運作 在馬可福音十六章十八節那裡說到 信的人必有神跡除著他們 就是奉我的名講鬼,說身謊言 守能拿蛇,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 守暗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我想問大家從這個經文 我們怎樣能夠有個結論 就是耶穌是想所有基督徒都會為人按手祈禱的 在這個經文我們怎樣可以在《釋經》上有這個結論 有沒有人想回答 他那裡寫著必有的,必有神跡歧視的,信的人 有個必字的,就是你如果真是信他 你必定有神跡歧視 OK,那怎樣是必定按手呢? 就是你將全部那個整個《釋經》的過程全部解釋出來 就是你這樣說了一句必有 所以就是為什麼一定… 你跟著說那些都是一些神跡歧視 比如說奉基督的名、奉神的名趕鬼 手按病人,病必好 全部都用個必字的 就是你必然得到的 就是很肯定的 還有呢,如果你傳他的道的時候 證實他的道的時候 就有神跡歧視隨著你的 OK,那我問的問題是 我們有什麼聖經根據支持基督徒應該被訓練去按手 你先回答我呢 就是必有神跡 我問的問題就是 就是有什麼支持 是應該叫徒各個都受訓練去為人按手記錄 類似的,你說的是類似的 不過你不是答正這個問題而已 你想想嘗試嗎?或者別人嘗試嗎?你可以嘗試 你差不多可以了,差不多可以解釋到的了 謝謝 refugees 陳騙牧師 是 那經文說首案病人 嗯 嗯 是 首案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那麼我覺得那個區文是 حت tus sind 那麼你要從頭到尾這樣解釋 就是不要這樣說一句 你要從頭去 就好像有個人說我不信 基督徒應該每個人都按手 譬如有些聖靈的群體都是這樣的 他們說他們按手就會待會又沾染邪靈 或者人家又被沾染邪靈 是很麻煩 所以有些群體是不會叫平信徒 不會訓練他們按手 亦都不會叫他們為人按手 那我怎樣回答他 就是我想大家看清經文就已經有答案了 牧師我想試一下 OK 那個經文說有神職會隨著我們相信他的人 我們信主耶穌基督就一定會有神職歧視 因為我們所信的神是創始成蹤的神 他以前是怎樣行神職歧視 他現在也會因為他是那個不變的神 他不會說只是舊約才會行神職歧視 新約或者之後的世界就不會一直都會的 然後他就說我們可以按手 伸出我們的手按手是治病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跟神一起工作 我們行著信心做的事很少 我們只是以我們的能力可以做的事就是按手祈禱 這個是我們的部份 我們的部份就是這麼簡單 其餘的就是除了我們的神職歧視 就是神的靈 和神就會行他99%在這個工作完成 他就是神職歧視 因為神職歧視本事是出於神的 所以他就做了 這是我的理解 OK 好 多謝你 你說得很好 OK 好 那我現在去解釋這件事 其實你說得已經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的重點就是 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應該受訓練 去為人按手祈禱 那麼在馬可福音16章17節 這個很清楚說到信的人 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是說信耶穌 這個說信耶穌呢 也是信他能夠行神職的 有這個含意的 就是不是單是信耶穌 而是信耶穌會行神職歧視的 這些人呢 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那麼 那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們不是太相信神職 他們都嘗試按手呢 都會可以看到神職歧視發生的 神都可以這樣使用他們的 不過這裡所說的信呢 應該指導那些人相信 神可以已經赤了這個權兵了 這些人呢 就可以有神職 而這裡的神職說出呢 就是有奉耶穌名趕鬼 所以呢 是所有信的人都能夠趕鬼的 那麼也都有說到呢 手能拿蛇 和學廟什麼毒物 人必不受害呢 這個應該呢 應該是說到受迫伯的時候 不是說到我們平日去嘗試去摸一下蛇 看看牠們咬了我們都有沒有問題啊 那麼這個未必是這個意思的 是 就是應該是一個受迫伯的情況 然後跟著呢 就說手按病人 病人就變好了 那麼所以耶穌就說到呢 信的人就可以手按病人了 那麼所以 基督徒都應該按手了 那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兩句就說完了 這裡說到信的人有神職 包括手按病人 就是說信的人都應該學習 為人按手祈禱 叫病得醫治 或者是經歷聖靈 因為在《試圖人傳》有其他經文 是有說到 試圖按手在他們身上 他們就經歷聖靈了 就被聖靈充滿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 就是說呢 基督徒是應該個個都去相信 神會有神職隨著我們 而去相信呢 就真的去 為人按手祈禱 OK 這個我就是用這個經文去證實 所有基督徒 因為耶穌是說 信的人有神職隨著 所以所有基督徒都應該相信 耶穌這個應許 去為人按手祈禱 這個就是我的意思了 有些人呢 他的反對的原因呢 就是說呢 有些人呢 有些人有邪靈 有時是 按手的人的邪靈未清 有些人就是被按手的人邪靈未清 其實呢 耶穌也都 這個是另一個要點來的了 這個另一個要點就是說 有些人反對 所有基督徒按手的原因 就是擔心他們那些邪靈沾染 沾染的時候呢 他說更麻煩 所以呢 他們不會叫那些 平信徒去為人按手祈禱的 這個就是他的 原因了 那這個是個問題存在 就是可以存在的問題 同樣呢 我們都可以這麼說的 基督徒每個人傳呼音 有時候有些基督徒會說錯話的 那是不是就是說 我們就不要叫基督徒傳呼音呢 因為呢 他們會說錯話的 就是有做錯不代表我們要停止這件事的嘛 但是有些群體他們是很明顯 他們不會訓練人這樣做 那耶穌的心意是 所有信的人都能夠有神職 還有呢 按手 那樣呢 就會彰顯出 神的能力和榮耀 這個就是神的心意 但是有很多群體因為怕著後果 那怕著後果呢 其實是有方法處理的 耶穌已經說了 他說呢 我已經賜給你權兵 可以践踏蛇 和蝶子 有聖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一切的能力 斷會有什麼能害你們 那所以耶穌已經說了 我們有權兵的了 只要我們 建立和神的關係 深信神的愛事 和神有強烈的關係 然後呢 我們處理生命中一切的罪 一切的污衛 那魔鬼沒有攻擊 那有些人說 那人人都有罪的嘛 那如果人人都有罪 有罪的意思不是代表繼續犯罪的 而是他總會有一些地方有做錯的嘛 那是不是有種地方有做錯就不可以按手呢 那如果是這樣 應該那些基督徒應該都不要按手啦 因為每個人都有某些罪 是不是這樣就會受攻擊呢 而是聖經的觀念應該就是說 那些人犯罪而不悔改 沒有悔又沒有改 但是我們真的有罪的意念 馬上去悔改 馬上去處理 馬上用神的觀念取代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被魔鬼攻擊的 那當然我的意思就不是這樣 譬如我用個例子 有些人呢 在那裡生氣人啦 不饒恕人啦 生氣了幾天幾夜啦 然後才開始悔改 那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是說一有罪的時候 我們馬上去處理 因為知道罪有破壞性嘛 我們就馬上去處理 神一定是祝福的 神一定喜悅的 神一定保守這個人 不受攻擊的 那所以呢 那個意思就是說 不是要等到我們完美才可以為人按手 而是我們一處理生命 一有罪 馬上去處理的時候 我們已經可以為人按手祈禱了 都可以放心 不用怕魔鬼的攻擊 那那個人就會 即基督徒就會發揮很大的 在這個世代 基督徒的發揮是不是很大的 即是他們的影響力是不是很大的 這個是可惜的現象 其實基督徒如果個個都有神跡其事 隨著呢 是其實可以發揮很大 影響很大 影響這個世界很大 那有些群體呢 他們真的走到街上 做個人按手祈禱 我在網上看到這樣的 有些人這樣做法的 那真的有些人 即時得醫治 那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有不同的恩賜 有些人真的很強 這方面的恩賜 但是即使是沒有很強的恩賜呢 為人按手祈禱 他們都可以經歷到平安 興省 喜樂 愛 這些都是基督徒可以經歷的 那所以當我們深信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去發揮 那整個群體可以有很大的改變 那這個就是按照聖經 應該每個基督徒都出去 為人按手祈禱 OK 那關於這方面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分享一點點 就是你剛才說的那些 是有很多都是 尤其我身邊那些 和教會那些 很多都是不信 不信和怕的那些感染 但是我現在來到這裡學習 就是明白到 就是學習 如何去處理生命 如何理罪 如何去支持 那些什麼 去現罪悔改 理罪 自己還有去相信 信心去做 那我星期六那天 那天我就去傳福音 我都有一隊 一團隊 我和一個姐妹拍檔 我平時就沒有 那天我就突然間 去傳福音 傳福音那一刻 那我就突然間 就想起你說的話 美國基督徒都要去 傳完福音 講那個福音後 要按手祭祈禱 我實際上給他經歷那個 和他氣討和經歷性 和平安 充滿 那樣 那我那一刻就 即時做了 哇 真的很不同 我真的很感恩 我經歷到 那一刻真的這麼好的 我祈禱三個 三四個 就是男男女女都有的 都是幾十歲的 就是長者的 但是他那個反應呢 他那個反應呢 去圓圖打後 我有一個姊妹 就是大家一起祈禱 我祈禱那一刻 按手的一個祈禱 那個姊妹就 阿明 阿明 就是海道友回應 但是完了呢 問他那個呢 他就說 耶穌在哪裡 他就去他心裏面拍他的心 進去天上 就是清晰了 還有呢 給他知道你要平安 要喜樂 感受到那個不同的生命 那個氣氛不同 平時我還沒有 不懂 就是我自己 你剛才說的 我自己都有一份害怕的 就是那個不知道怎樣 自己不知道行不行 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 就是乾兵 怎麼樣 現在我一路 你去你這裡學習 還有去 就是聽啊 明白多了 我自己真的 聖靈感動我 你講的話 我真的做了 你整個效果都不同 做了你 上個星期六 就是那個姊妹 跟著這句就說 哇 阿翔真理好 我說不是我 美國人都可以的 是上帝 他被我等於 美國受天婦義慮 都可以這樣做的 如果他按手去 他被人感受到更多 今天就是感恩 那個氣氛都很好 還有結一個字都多 這樣 就是上個星期六 我就會這樣感受到 OK 好 感謝主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講過 《經歷聖靈報律法》 是都問過問題的 請你仍然閉上眼 在祈禱的時候 你有沒有任何經歷 或者感受 那有些人呢 他未必會說 我們就可以說 你的心中和身體 有沒有任何經歷 或者感受 如果他再不懂 我們可以說 你有沒有覺得平安 輕省 身體覺得舒服 有些人呢 可能身體搖動 覺得輕飄飄 那我們都可以解釋給他 平安呢 就是耶穌說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慶省 耶穌說 勞苦擔重擔的 可以到我自己來 我就使你得安息 有些人有感動 耶穌是醫好傷心的人 還有呢 聖靈將神的愛 囂灌在我們心裏面 那身體舒服 在哪裡有說呢 在詩篇十六篇 第八節九節 我將藥或常擺在我面前 然後呢 就是我心歡喜 我靈快樂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就是身體就會舒服 那有很多人都覺得 整個人呢 好像鬆了 舒服了 那也都有一些搖動了 那搖動的那些 我們可以怎樣說呢 有時候我們祈禱看著它搖動的 那我們就會說 在聖經裡面 約翰 在啟示錄一章十七節 還有呢 保羅 當他追殺基督徒的時候 他見到耶穌呢 當他看到耶穌的時候呢 他就 中文聖經的時候 其實原文是跌倒 兩個經文都是說跌倒的 那就是說神的強烈同在 可以叫人跌倒 那而沒有那麼強烈的時候 可以搖動 是感受一種能力 也都可以跟他說 你投入愛耶穌呢 你會發覺那個力量加強的 越投入 那個力量越加強 你就知道是 是耶穌 那有些人說 我不肯定是耶穌的 那我有個方法說的 他就說呢 你去呼求 我們是奉創造天地的神 還有耶穌基督 為我們釘實字架 耶穌基督 還有呢 聖父聖子所差英的聖靈的名 來到祈禱 所有呢 不是神的工作都要離開 所有邪靈的工作都要離開 唯有耶穌的工作能夠停留 而這樣祈禱呢 依然是繼續感受到平安 輕散身體遙用 就證明這個是出自神的 也都那個人呢 是真心悔改 繼續悔改的時候 也都繼續去經歷聖靈的遙動 就知道這個是聖靈的能力 在他身上 那麼這個遙動 我們不要輕看 因為呢 他越投入呢 第一可以帶來醫治 第二呢 就會越來越 經歷聖靈的臨在 越來越經歷能力 平安喜樂 興省啊 或者甚至將來有醫病的恩賜 為人祈禱可以經歷聖靈啊 這樣 所以我就會加上這個問對方 當他有這個經歷的時候去解釋 他可以有平安 興省 重淡釋放 身體舒服 身體搖動 或者還有其他就是喜樂 能力流過 或者是靈命的更生 這些都是他裡面發生的事 那我們就可以告訴他 神在你身上做工了 那你想不想耶穌以後祝福你呢 我們就帶他去信耶穌 如果他願意的話 就是說這個祈禱的時候 我們想使用這個經歷去幫人去信耶穌 或者成長 如果幫那個人靈命成長 我們就可以跟他這樣說了 你剛才所經歷的 先問他先 他說有經歷一些 那我們就告訴他 神這麼真實來到你身上 你想不想耶穌以後祝福你 還有使用你去為人祈禱 人家都可以這樣經歷 你就可以帶人信耶穌 並且可以堅固人的靈命 那他說我願意的時候 那我們就說非常好 這個就是神的心意 神都會祝福的 你聽神的話 神一定祝福的 若有人牧師耶穌呢 天父必定尊重他的 神一定去提升他的 那麼你想不想給神更加使用 神又會祝福你 又會提升你整個生命 我們就會鼓勵那些基督徒 給神使用 這個就是目的 而使用的過程 除了按手之外 我們可以問他 問他 有些人說 不問可以嗎 可以的 有些人很強烈的經歷 你不問他 他都知道他有經歷 不過有些人 他們會這樣想的 他完全沒有問他的時候 譬如有些人哭 很感動 哭得很厲害 那個人說他祈禱祈言討就算了 耶穌祝福你 非常好 那個人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哭 他以為 不知道是否你祈禱的時候很感動 很關懷 所以他就很 哭得很厲害 他不知道這個聖靈的工作 我們看到他哭 我們就問他 你是感動 安慰 或者是感覺 憂傷 兩種不同的哭 一種是感動 好像被愛 所以會哭 另一種是他的憂傷走出來 如果感動 我們就可以說 聖年將神的愛 囂灌在你身上 在心裡 你就經歷到神的愛 所以你會感動 如果他是憂傷 我自從為人祈禱 那些人開始 我看到他們哭得很厲害 我初期 初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問他發生什麼事 我這個第一 我就會問他發生什麼事 他們就說 我的憂傷走出來 我的以前被人傷害 走出來 我覺得很感動 那我就覺得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我就會鼓勵他 你聖靈這樣工作 你就繼續去親近神 尊從神 神就會繼續祝福你 那我也發覺 有時候有些人很強力經歷 但有些人不是那麼強力經歷的 那我都去 後來我就問人 我問他了 你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經歷 那原來有很多人有經歷 但是看不到 是問他的時候才說出來 那我就可以使用他的答案 他所經歷的去幫助他 那如果有些人 他說沒有經歷 我說不要緊的 沒有經歷不要緊 你真心祈禱 神已經臨在你身上 不過你未感受到 不要緊的 神都會越來越強力在你身上 當你多祈禱 神都會更強力臨在你身上 繼續祝福你的 那所以這樣 我就會提升人的靈命 所以在我初經歷聖靈的教會 我帶了十個人 後來成為傳道人 宣教士 和牧師 後來也陸續不斷興起人 事奉神 這就是神可以怎樣使用我們 好大家有沒有問題 想問 關於今天所說的 這個題目 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們一起祈禱 打開心 渴慕聖靈 渴慕神 充滿我們 神的靈真的可以淋在我們身上 放鬆的人 可以站起來 投入 深信 神在愛著我們 神在祝福著我們 天父 我們多謝你 讚美你 感謝你 祈禱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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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悔改 刻意離開罪 真心離開罪 因為知道罪 破壞我們 跟祢的關係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除了悔改 就是離開罪 真心的恨戶罪 知道罪 是破壞我們 跟祢的關係 當我們一有罪的意念 我們馬上去拒絕他 馬上用 屬神的觀念 取代 馬上祈禱求神得力 然後用屬神的觀念 取代犯罪的意念 叫我們不要進入罪中 主耶穌求你 叫我們深信主耶穌你的說話 就是說信的人 必有神跡隨著他們 就是奉耶穌的命令 要趕鬼 還有手按病人 病人就變好了 這個應許其實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就是主耶穌你說到 使萬人作我的門徒 去列國 去全世界不同的國家 去傳人福音的時候 可以在聖靈中的運作 在神跡中的運作 去帶領人 信耶穌 帶領人去看到神的真實性 求主使用我們這個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主啊我們感激你 讚美你 我們歡迎 祝你的聖靈充滿我們的心 我們將整個生命獻上給你 我們整個生命屬於你的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求主的靈囂灌在我們身上 祝福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幫助我們 能夠給神大大使用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恨求聖靈充滿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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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求聖靈私放我 恨求聖靈充完整 我心,肯求聖灵释放我,肯求聖灵释放我,肯求聖灵释放我心,肯求聖灵释放我。 一切捆锁,一切的忧伤,一切的担心,求主融化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不要再干硬,叫我们有柔软的心被神改变,求主更新我们整个生命,让我们全心全意行神的路,全心全意给神使用,多谢天父,神想大大使用我们的,求主更新我们,深信,圣灵充满并不是很难, 因为神的心意想充满我们,神的心意想更新我们,所以呢,当我们真心爱耶稣,处理生命离开罪,真是想遵从神的时候,用长的时间亲近你,我们必定会越来越被圣灵充满的,求主提升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灵命,帮助我们满有神的能力,给神大大使用,求主加我们的力量, 赐给我们信心,去为人按手祈祷,也都去问他们,祈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历,不需要怕那个人,说没有经历,不没有经历,我们都可以安慰他的心,就说不要紧的,他真心祈祷,神一定跟他在一起的,神也都会继续越来越强烈的,祝福他,求主赐给我们这个信心,使用我们的生命,多谢天父,多谢天父,哈利路亚,亲爱的圣灵啊, 你再次祝网我们的心 我 亲爱的四年 再次做梦我 亲爱的四年 再次做梦我 你大能 充满我 满足我需要 只有你 可以自我 可一生 都兼顾我 亲爱的四年 再次做梦我 再次做梦我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主要求你再次更新我们 触摸我们的心 兼顾我们的信心 使用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 帮助我们的深信 我们亲近你 你一定亲近我们 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了 因为来了你 我们不能做什么 而当我们有你的时候 你所做的事 我们都要做 并且要做比较更大的事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主 赞美主 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 阿们 好 祝祝祝福大家 祝祝福大家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牧师 我感恩的口感 你说得很好 更加让我清晰和尊心 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这些事情 好 就是我感恩 感恩你很好 是的 还有我自己可能少了那些经文 比如瑞士用的那些经文 可能我传给你了 我传给你 我都有 其实我有说过的 重复有说过 不过我再传给你们 是的 我不是很认识的 所以我也是感恩 感恩神透过你这个 一路去帮助到我 帮助到我和众大圈姊妹 感恩 永远 阿爸 好 感谢主 好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或者回应 是 牧师 我是平神 是 你好 我这时候觉得 自己确实不是很信心 去按手祈祷 有时候是不知道要祈祷什么 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那怎么办呢 第一 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聚会 每次都有按手祈祷操练 我们说你们可以互相按手祈祷 你祈祷之后可以问对方 你祈祷的时候没有什么经历 亦都我们为不同的人祈祷 嗯 那 当我们知道对方有经历的时候 首先我们自己是一定多 追求圣灵的充满 多爱慕神 多用长时间去爱慕神 在家里的时候 然后去到的时候 我们整个心投入去爱神 然后我们就去操练为人按手祈祷 那又问对方 对方有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为人祈祷的时候 他会经历到圣灵 是 然后我们也可以有些其他的认识的基督徒 都可以邀请他 我和你祈祷好不好 首先和基督徒先祈祷 然后呢 将来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就用了 好了 至于说什么呢 我每次带祈祷的时候 你就说类似的说话 不要只说神帮你什么 帮你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帮他什么 就是为他那些需要祈祷 他就注目在他的需要 我们不是想他注目在他的需要 我们想他注目在耶稣 耶稣就会做神要做的事 所以我每次带领人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耶稣就在祝福我们 耶稣帮助我们 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说出一些他的需要 譬如说 神可以释放我们的心 安慰我们的心 医好我们的心灵上的需要 我们一切的问题 神都会帮助的 这些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 可以说都可以的 但是主要就不是去 主要就不是去 继续说他的 就是继续说阿神 求你帮他 如何和我老公好些 和孩子好些 孩子每个都听话 每个都读书 读得好 就是不用说这些 如果他真的 比如说出一个问题 睡觉 我们就多些爱慕神 让我说神 赐给我们平安的心 让我们睡得好 就注目在神 和神的关系 我每次带领祈祷 还有你听我很多的祈祷录音 在网上 你在YouTube找叶牧师 然后跟着祈祷录音 是有不同的祈祷录音 你就听那些祈祷录音 你跟着那个方式 大约去祈祷 你就可以使用 不用想着说 什么特别的字眼 就不要想着 因为传统教会 有时候有些 他们的祈祷 有些人 他会选用很多圣经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不过他们的祈祷 是比较教导为主 我都会用圣经 但我的圣经 多数是应许 神答应 会怎么祝福我们 我用那些圣经 是这方面的 但有些人 就不是的 他的说话 令到人觉得 好像很难学到 他们那种祈祷 就好像要很懂圣经 学到他们那种祈祷 OK 有没有问题 牧师我有个问题 是 我看见有些牧师 他们按手为其他人祈祷 跟着神迹歧事就发生 他就在祈祷的过程里面 是会说 我被圣灵感动 我要说这些东西 但是呢 我从来都没有这些 那是不是就是说 那个祈祷 帮那个人 虽然他想得医治 那我就 没有那个感动 就是没有那个 他那么强烈 会怎样 怎样 你就会怎样 原神 就是我 我只可以 我都是跟着你教我的方法 和自己 有个信 那我是不是 所以因此 那个祈祷就没有 什么能力 你讲是否他们有先知性 譬如我 我见美国有好几个人 分享他们为其他人 按手祈祷的时候 他们会说 我会被圣灵充满 那他们不是一些 灵人派那些 不过 他们又 他们没有说自己是什么 但是 好像是感觉 我觉得是先知 就是会说出 你是怎样怎样 会得医治 或者怎样怎样 会有个小朋友 那样 就是先知性 或者知识言语 知识言语 就是知道他的情况 先知性 就是有什么 将要在你身上发生 这些是当那些人有这个恩赐 当你没有这个恩赐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有这个恩赐 才能够运作的 就是不一定要能够说出 那个人的情况的 我们就是 带他爱慕神 神就会做功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不需要一定要 如果你有这个恩赐 那么 如果有这个恩赐的人 需要告诉我 那我们就会给你机会 操练 就是你为了人 祈祷领受的讯息 不要告诉他 除非是一些 就是一些普遍的 祝福的说话 有两类的说话 不要说的 第一种就是指出他的罪 因为如果 譬如不准确 那那个人可能 就是他会觉得 我也没有犯这个罪 你为什么会说这个罪出来 这是第一 第二种情况就是 有时候有些人 他会说一些 神将会做的事情 譬如说 你将会有结婚的 今年 就是那些先知性那种 就不要说了 就是你真的 告诉我 以后我看 怎样的方法 和那些沟通去 了解是否真的有这件事 就是有 指出 罪的 或者是 先知性的说话 那些就 告诉我 如果有人 有这个恩赐 就是觉得可能我领受到 如果有些说 他很需要安慰耶稣 安慰他 这些我们都不需要 不需要说我收到信息 就是安慰他 就用圣经的说话 安慰他 就是有时有些 就可以 如果说到罪 都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怎样呢 就是说 如果有罪 我们都来到神面前 悔悔求主赦免 不过有时有些人 他说得很重 很沉重 比如说 你现在犯什么罪了 神要警告你 神要懲罰你 这类说话就不要说了 就是 就是带他悔改 因为 神都不是用这些方法 和人说话 神是会感动人去悔改的 如果没有这个恩赐的人 但是有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留意 有没有这样的感动 如果是有的话 你看看那样东西是什么 那是可以去 适当的使用 如果不肯定的时候 你就在这个情况 立刻问我 OK 好 还有没有人 还有其他问题 我明天都会继续 讲到 就是说 我们更新人灵命 在圣灵的运作中 可以做些什么 所以 其实可能我不止一次的 会连续讲到 如何在圣灵中运作 都希望大家 用心去 学习和应用 很重要就是应用 因为 圣灵充满的目的 就是传福音 和更新灵命 所以我们就找机会 我们怎样找机会 找地方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恩赐 去传人福音 去外面 去操练为人 按手祈祷 让我们都可以 被神更大使用 在圣灵中运作中 走开 去到哪里 去到哪里 离开 去到哪里 在圣灵中运作中 可以让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